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波士顿Dodges的社区发生四级房屋火灾 一男子因Macken夜总会枪击事件被捕 康奈狄格州84号周期公共场汽油贯车翻倒并骑驳 乌斯坦男孩因参加吃辣挑战去世 波士顿更多酒店将收取提前入住延迟退防备 波士顿Dodges的社区发生四级房屋火灾 据波士顿消防据称 昨日位于Dodges的社区发生的四级房屋火灾 已稍后有邻近的五冬房屋 导致近30人留意失所 火灾于昨日下午3点30分左右在31 Hawketay Street爆发 波士顿副消防队长兼现场指挥官罗德尼·马歇尔表示 消防员到达现场后发现火势蔓延至大楼的后部 波及了27 Hawketay Street地区 并对23 Hawketay Street 28 Hawketay Street和30 Hawketay Street造成了严重的外部损坏 经过波士顿消防局的不懈努力 在当天下午4点10分左右 他们成功扑敏了大火 目前设施的两栋房屋 31 Hawketay Street和27 Hawketay Street已确认无法居住 受火灾影响的其他三栋房屋 也需要长时间的翻修才能回复 火灾原因仍在调查中 麻州红世子会正在协助游移失所的居民 寻找严实的住房 一男子因Metpan夜总会枪击事件被捕 波士顿警方昨夜宣布 一名来自雅买加平原社区的29岁男子 因上周日涉嫌在Metpan夜总会上 开枪击伤两人而被捕 两名受害者目前都没有生命危险 警方的新闻稿中显示 一名到达当晚枪击现场的警官 目击到了凶手的逃逸 随后警方进行了徒步的追击 最终在昨日凌晨12点46分左右 警方在亚马加平原社区 将雷根菲利斯抓捕回案 菲利斯面临非法受枪支 和蓄意枪击他人等拖向罪名 预计将在Dotches的地方法院受审 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康涅迪格州84号 周期公共场汽油灌达车翻倒并起火 上周日晚上 一辆载有8000多加管汽油的千里拖车 在康涅迪格州84号 周期公共场翻车 据曼切斯的消防局表示 有灌车在事故中起火 并发生了多次的爆炸 共有三人在事故中受伤 但幸运的是没有生命危险 据报道 当天晚上84号周期公共的双向交通被关闭 而在昨日早些时候 东行车道仍然处于关闭状态 以进行清理和安全检查 麻州交通当局建议司机寻找替代路线 直到公共完全恢复通行 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乌斯特男孩因参加吃嘎挑战去世 据报道 来自乌斯特社区的14岁男孩 哈里斯沃格巴 在参加了一个吃嘎的挑战比赛后 因并发症去世 这一挑战赛涉及吃超嘎的玉米片 在为沃格巴筹款的勾方密合同中 他的表弟写道 家人目前怀疑是由于吃嘎挑战比赛 引起的并发症导致他的突然去世 据报道 该挑战鼓励人们使用 由超级辣椒制成的 Pakio Chips产品 看看在不吃不喝任何东西的情况下 他们能坚持多久 挑战者被鼓励记录自己的经历 并将视频发布到社交媒体 截至目前 死亡的详细原因仍未能确定 波士顿更多酒店将收取提前入住 延迟退房费用 计划秋季在波士顿度假的旅客 需要留意日益普遍的新酒店收费标准 据哥哥比亚广播公司旅游编辑 匹特·格林伯格特罗 波士顿越来越多的酒店 开始对提前入住或延迟退房收取费用 格林伯格指出 许多连锁酒店 尤其是会议酒店 过去一年半以来 一直在实行这种收费政策 传统上旅客可以免费提前入住或延迟退房 但现在如果您希望在最后一天 享受更多的休息时间 可能需要按小时支付额外的费用 关键在于酒店应提前告知客人这些费用 如果酒店未提前告知并收费 旅客可以向信用卡公司提出异议 因为酒店未提前批顾费用 这违反了国家联邦信用法 格林伯格表示 这些费用往往是酒店试图规避当地税收的结果 酒店客房的出租会被当地市政当局征税 但如果酒店向客人收取度假费或延迟入住费 这些费用会作为销售税承收 从而让酒店获得更多的收入 如果您提前了解并同意了提前入住 或延迟退房的费用 那么您有权要求酒店免除这些费用 以上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中国高考生直通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本科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创建于1848年 位于美国威斯康星州首府麦迪逊 是一所世界顶尖的著名公立研究型大学 也是美国大学协会和十大联盟创始成员 被誉为公立长春藤大学 威斯康星大学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 2023 US News全美排名第38名 2023 US News最佳公立学校第10名 2023 TOS世界大学排名第83名 此外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有2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和12位美国国家科学奖章获得者 他的教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全美第一 生物科学全美第三 工科全美第四 艺术全美第十一 计算机全美第十二 商科全美第十五 除学术强势外 该校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也非常顶尖 学校位于威斯康星州首府麦迪逊 校园家在门多塔湖和曼诺纳湖之间 每年都被美国杂志评为最适宜居住的地方 2012年 威斯康星大学首次来到中国 为中国优秀高中生提供一个进入该校深造的便捷通道 未经许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